撒加利亚书 第三章 天使指给我看 约书亚大祭司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 撒旦站在约书亚的右边控告他 耶和华向撒旦说 撒旦啊 耶和华责备你 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 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 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 站在那使者面前 使者吩咐那些势力在他面前的说 脱去他污秽的衣服 又对约书亚说 你看 我使你的罪孽离开你 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 我说 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 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 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 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 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若遵行我的道 谨守我的命令 就可以管理我的家 看守我的愿语 我也要使你在这些势力的人中间来往 约书亚大祭司啊 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 因为他们是做预兆的 看啊 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翼长出 看啊 这是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 这一块石头上有七眼 看啊 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 并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在那日 你们个人要请临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